最近中国驻军军山总领馆发布了一份文件 可以说是解决了很多在美华人困扰许久的难题 在美国驱逐的中国离退休退职人员 虽然他们中有很多已经取得绿卡 甚至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 但曾经在中国的退休养老金 或许是赖以生存的收入 如果这笔钱无法按时领取 肯定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小的信令 为此中国驻美大使馆专门出台的相应政策 目前这些在美华人可按驻美国使领馆区划分 向相应使领馆申请免费办理 领取养老金资格的认证 咱们快来看看具体的办理方式吧 目前可供选择的提交申领国内养老金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手机APP中国领事线上办理 另一种则是通过线下邮寄的方式 进行申请 咱们先来看看更为方便的线上方式 早在2021年5月底 中国大使馆为应对疫情上线了中国领事APP 大家在手机相应的应用程序商城便可一键下载 目前在该应用程序中启动了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功能 在此选项中大家便可办理养老金申领工作 不过大家要注意 如果想要办理此项业务 需要使用中国手机号或电子邮箱 注册账号并实名认证 进行在线人脸识别 核验身份 在注册完成成功登录后 只需选择养老金资格业务模块 完整准确填写个人信息和申办业务信息 帮获选择申办的使领馆 APP将相关信息推送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也就是人设部 并通过人设部分发至各地方人设部门开始审核 审核时间通常不超过10个工作日 申请人也可在线查询地方人设部门的审核结果 正常情况下通过APP提交的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申请 直接由国内各地人设部门受理并审核 审核通过后便完成了申请人该年度的资格认证程序 无需再向大使馆申办 在境外居住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审核表指质证明 也无需主动将系统中的审核结果反馈至养老金发放部门 申请人使用APP办理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 原则上需要每年认证一次 首次申请成功后 APP会保存历史申请信息 再次申请时不必重复输入相关信息 如APP身份审核不通过 线上提交失败或查询不到审核结果 申请人仍需通过线下去到邮寄办理直至认证 好了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线下邮寄办理的方式 首先大家需要进入中国驻美使领馆的网站中 下载一份名为 在境外居住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审核表的文件 该审核表分上下两部分 如果用打印体填写 申请人签名处 请使用钢笔或碳水笔亲笔签名 不能打印复印或电子签名 如果手写 请用中文凯体填写 字迹要清晰不能有图感 审核表的编号 经办人签名 审核人签署三栏是由使管工作人员填写 确认机构公章处 由使领馆工作人员加盖管章 其他部分均由申请人填写 这里有两点尤其需要注意 首先就是在填写姓名一栏中 申请人姓名应与证件姓名一致 如果国内用文单位要求中文名 而申请人证件是英文名 中文名拼一与证件的英文名完全一致的 可以在申请人姓名处同时填写中文名和英文名 否则需要提供姓名为同一人的证明材料 还有就是最后的签名处 需要由美国当地公证员公证下签名 公证员的公证词和签名可写在审核表上半部分或另页白纸上 千万不要在审核表的下半部分 同时也不要写在加盖启凤章下面 还有就是审核表右下方的日期 请与公证员公证日期一致 否则审核表将被退回 按照以上要求填写完成申请表后 附上申请人有效证件的复印件 按照邮递要求 将文件寄送到相应地区使命馆给出的地址 即可完成申请 由此看来 不管大家是线上申请还是线下邮寄 绝对都比回国跑到当地人设部门 亲自办理要方便得多 尤其是在疫情还未完全减进时期 回荡国依旧是困难重重 中国驻美大使馆这波操作 使得所有赞美华人为其点赞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